康乃新花养殖需要合适的土壤 最好是松软肥沃 特期性好的砂质土 温度环境适合在18到25度之间 注意遭温差 平时浇水保湿 注意不要有积水 健干再湿 平时多晒太阳 有利于生长和开花 但要注意避免强光照射 康乃新花养殖 适合使用松软肥沃 透气性好的砂质土 土壤的肥力保证植物生长的营养 疏松透气有利于后期的养护 过于粘重 密别的土壤 不利于植物根部的呼吸和营养吸收 所以首先一定要注意土壤的选择 康乃新喜欢温暖的环境 适合温度在18到25度之间 要注意早午温差 应该控制在10度以内 温差太大会影响到植树的正常生长 冬天温度过低的时候 要注意提前保暖 做好预寒测试 夏天温度过高 注意遮阴降温超过35度 会造成水伤 康乃新生长需要一定的水分 但是浇水一定不能过量 保持土壤微湿即可 可以等土壤开始变干之后 再浇水湿润 因为康乃新的根系浇浅 非常怕积水 可以在生长旺季 适当添加 少量液肥 避开枝叶浇灌 康乃新养殖 还需要注意保证充足光照 春秋冬季节 可以多晒晒 无论的太阳 有利于促进植物的光合作用 加快生长 开出更艳丽的花朵 夏季光照强的时候 只要适当遮阴 避免强光照射 以免花叶打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